最近连续发生的幼童遭到性侵害案件 或者是因为法官轻判 或者是因为学校方面隐匿不报 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抨击 而现在蓝绿双方立委已经达成了共识 将要推动修法 对于隐匿案情的教育人员 求处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同时还要撤销他的教师资格 另外司法院也建议法务部修改刑法 未来只要是对七岁以下的幼童性侵害 一律都是以加重强制性交罪论处 这个刑期至少在七年以上 连续发生幼童遭到性侵 法官却轻判加害人等相关案件 现在蓝绿立委反映民情 将推动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法 内容规定教育人员若是知情却不通报 要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若伪造或湮灭性侵证据 处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隐匿还破坏证据的话 那你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特别在那个刑期里面 加上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就是让他根本就失去教师的资格 立委表示发生在校园的性侵案 最低行度都设在一年以上 才能撤销教师的资格 也将立委国会的优先法案 最慢在本会期结束前要完成三读 其实社福团体也发起一人一信的怒吼陈琴 对朝野有共识推动性侵防范的修法 也乐观启程 法令上去明定是说 他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能力 那一律就是应该是视为这个强制性交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会觉得说 会需要一个一个 第一个优先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修法的一个方向 其实性侵案件遭到法官侵判 已经引发网友的愤怒 在脸书上也串联要求免职调查的法官 政治部排除发起大游行 希望政府机关能够重视 司法院也表示社会上的声音 他们也听到了 司法院已经建勤法务部 针对七岁以下的幼童性侵 一律以刑法加重强制性交罪 处七年以上徒刑 且不论是否违背意愿等构成要件 同时对于法官的判决是否失当 内部也会有检讨机制 这里小朋友主讲龙翔台北报道